这个可能是哥哥一遥就行了吧 熟的 一包六块钱 两包十一块钱 二斤 来呀大哥 这啥果大哥 来一块 哎呀我是小伙 还等着你在这 这还真大 你眼睛是真砸的 这啥那个猪头啊 牛的 他回敏必须 他说回敏必须 不懂不懂不懂 不懂不见义啊 不懂不懂不见乖 就我告诉你 牛的牛 牛的牛的牛的 不懂 大哥是回敏的 对 现在你要当是啥的 不懂不见乖 大哥是不是这么好了 你那个眼睛长真眼 跟真 按旗下 对 扁旗下 扁旗下 扁旗下就行 那要我说你 谁是牛杂 这多钱几大哥是牛杂 大哥 你说那个老太平常 牛杂 问你说钱 十二 十二 十块 大哥是牛杂 吃的时候给他疼一下子 放蒸罐里吗 底下不放水吗 水开了之后 热身去就行阿姨 就赶紧避疼 对对对 别疼太长时间 疼得人该碎了 因为他本身就是熟的 他现在就是有点凉 对 串一下气就行 对对对阿姨 村名卷牛杂啊 今天这刹硬呢 每天在早市有时候 还在蘸酱餐 第一次碰着牛杂 全土地丝 全土地丝 这牛杂真带劲呢 你今天在这卖吗哥 我天天在这卖 下午来 你不再那个 就卖完了 怎么卖过啊 全回都客 村名啊吃村名啊 卷啥啥味儿 啥都能卷得了 朋友们大家好 咱今天下午来到那个 太平北山道街这边来啊 来把村名卖一卖啊 我今天上老太平超市 老太平超市 站的满满灯灯 咱就来北山道街这边了 这边有一个摆摊的啊 卖牛杂的 卖土豆的啊 现在为止卖了五袋了啊 开张了 卖了五包村名了 还得有一百斤 还得有一百斤呢 明天还做核酸吗 嗯 别在第二轮吧 两个三轮吧 嗯 好嘞好嘞好嘞 慢走啊 这个呢就是咱的小餐位要跑满 太平三道街啊 吃村名吃村名鹅 卷啥啥味儿 啥都能卷得来 一袋是一斤 两袋是二斤 一斤有的是十张 有的是九张 有的饼子薄厚不一样 但每袋都是一斤 拿两袋吃完 那袋放饼 冻什么是吧 真是失败 好来一个家 来一个 一个六块钱 这边啥呢 啊 麵粉 水 色拉油 一米淀粉 再没别的 你拿四斤吗 啊 六斤 六斤 一袋多少张 一袋差不多都是十张 有的九张 九张八张 七百张上去 嗯 美国人 1 2 4 4 4 5 6 6 6 7 8 9 10 50 91 92 93 94 村民 村民大姨 大姐啊 大姐 啥都能卷 卷啥啥味 不好吃 好 想那好吃明天再买 上二道街吧 这啥这三道街不好使啊 这摆了一个多小时的 就卖了10多袋饼啊 刚才从这块路过没地方 看这个有没有地方 看这个有没有地方 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是晚上八点多 我呢从北三道街那边收完摊 收完摊直接上老太平那边 我一次找个地方卖春饼啊 但是到那边卖鱼大哥 卖大米大哥都没敢买 说怕城管来 说那个时间最危险 我呢也就没买 车里面剩八二多斤饼 我现在明天再卖了 下午总共就卖了十多斤饼 不值得一提 朋友们 我这两天呢 心情也有点压抑 评论私信呢也没 没咋太回复 今天回家吃完饭之后 回复了一下那个私信啊 还有评论 其中有个兄弟呢 也想跟我卖春饼 然后他说能把那个联系方式给我吗 跟我发了三条私信 啊得有一个星期了 我今天才看着兄弟 非常抱歉啊 可能最近私信太多 我呢有些时候白天呢 精力跟时间也有限 所以说今天才回复你啊 然后顺便跟那个兄弟聊了几句 这兄弟呢是比我大两岁 然后失业了 呃就是公司黄了 然后找工作在哈尔滨内不好找 然后他现在上南方 上南方老爸老妈睡会儿大 所以说暂时还动不了 但是现在目前在哈尔滨找工作非常难 然后他说龙儿我卖几片 卖几天村饼啊 过度一下多少能有点收入 不至于花老板 每月还房贷啥的 花销呢也不少 我说行 我说年年就你上哪过少 上哪试试看 然后他说呗 我就看你视频非常震撼啊 非常就是励志 你知道吗可自愈了 我说我还能有那影响力吗 至于啥呀 我都啥样呢 兄弟啊 他说每天看你视频可辜负人心 我说行 我说那就好 能够带带来正能量 那就是好事 其实有些时候吧 说心里话朋友们 我那有些时候也压抑也压抑 压力也大 我也在想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但是后来我又仔细一寻思 朋友们说心里话 我到这个岁数来 其实我还是喜欢自己干 把自己的事情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知道吗 跟那个兄弟聊天 这兄弟也说 他说像你这样挺好 自己说了算 他说我这些年 就在科这一家公司干 从毕业就在这一家公司干 干了整整13年 啊 每天就是埋头苦干 每天都希望呢 努力工作 能够呢 工资涨一点 是到最后挣的是不少 但是 突然之间饭碗就没了 就失业了 公司晃了 啊 怎么说呢 上班有上班的好处 不上班呢 也有不上班的难处 人各有志嘛 对不对 既然选择了 就得坚持干下去 然后 这兄弟跟我说 头龙 他说我有点摸不开面 啊 我说你要摸不开面 那你就别干 摆地摊就这么个事 你要怕面子丢了 那你就别干 对不对 就这么个事 干吧 坚持吧 人生就是这样 其实有些时候你看 改变不了这个生活状态 那就得努力去适应 啊 谁又能知道这个疫情什么时候过去呢 是不是 没有办法 好了 我们希望疫情早日过去 大家都能好起来 拜拜 明天见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